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怎么美白的 自丢技术 我采访你 请问你的美白技巧是什么 美白就是不出门 不晒太阳 就是当宅男呗 我哪里要说当宅人 就是不晒太阳的学习 那不就是宅男吗 各位私下都没恋爱吧 哈哈 请问我们哪里来的时间去恋爱 但是 但是各位应该会有 就是比较 玩的好多女伙伴 同时零发钱多吗 我还好 基本上可以说是 没有 有 什么除了 我们的工资 都打在我妈卡上的呀 虽然我微信里面金钱交易比较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帮别人借钱 然后帮别人还钱 中间借那种十块钱 那种中间费 我借给你100 你还给我的时候就是110 我借给你500 还给我的时候你就是550 那这高利贷要被抓的 你这个可以撒娇卖吗 那这个我肯定不会说的 你们说吧 鱼沐阳 鱼沐阳说一下 昨天 昨天 他们还在说我 不会撒娇卖 你 为什么撒啊 撒什么呀 你看他现在就在撒人 嗨 你好 我叫鱼沐阳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注重财华的一个人 然后如果这个人他才华真的很高的话 我觉得他那种魅力 就是哪怕他那个对吧 但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帅很帅 我会 我比较欣赏的是这样子 那今天有一个团友没来 那你稍微在这 然后大家可以对他说一些什么 稍微就别来了 照顾好自己身体 因为他我们听说他今天在打篮球的时候受伤了 什么事都没有 好吧 是吗 一身的什么事都没有 那因为最近的单曲 就是最好的礼物有上线吗 然后就是大家为了这种新歌准备了 大家有多久呢 准备了 一两个礼拜 对 很早很早以前就发下来 然后还发了那个 五线谱的那个谱子 还认了很久才弄会的 你踏上那漫长的旅途 击穿你最珍贵的礼物 和什么路 为何爱的人 欢度这一幕 那这几天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难吗 这首歌很难唱 因为基本上他们有一些还没有变生的小孩 他们的音域都很高 正好这首歌是送给新年的礼物 正好就是要情绪要高唱一点 所以呢就是要整个基调要要要要往很高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唱这首歌都很难很难唱 而且这首歌我我个人就是自己学了三个小时就开始录了 然后要去复站 对备站高考 对然后而且这个录这个MV的时候就是我是当天背的词 然后还有一点点没有记住 大家用排列然后又学习那作业就是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说看自己吧 只要有一颗爱学习的心就好了 作业的话也有一颗爱写作业的心就是挺不错的 新的一年大家有什么新的希望 还是希望学的时候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不管怎么说为了自己的目标前进吧 你新的一年你就考大学了 你还不了解 新的一年就是能考到一个理想的大学 我今年要好好学习然后考一个好的高中 新的一年的话 新的年的话我就要满18岁了 希望18岁自己能开个摄影展 我新的一年怎么说是可以希望我各方面的能力首先要提升 还有考上一个对很好的高中 让我祝福你全天下每个人 从现在就发现新的下一城 无数的家门无限的可能 感谢你让生活更加完整